我说我们都是女校 怎么有男生 我们在12年前 从那个理事科抢银行以后 我们才收男生 男生现在有三颗 在银行的柜台 女生被抢的一滴 有男生至少 他可以把歹徒的钱 抢一半回来 所以最近确定有男生 可是28年前哪里有 但是那个时候 许敏山东的教练就说 你看你的队长 蛮有雄风 那个跑起来 那个肌肉像泰山 怎么是 女生 我说教练 男女生不能用肌肉来分 你看那个美国 有一个短跑剑 像花蝴蝶 有没有 花蝴蝶他彩绘指甲 他100公尺的记录都是他的 有一次他再跑猝死 他还没死之前 跟他的先生一起照相 他的肌肉就像泰山 他的先生三公伙伴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可是那个教练举出来说 你看 你们台中加山那个同学 他有猴结 他有胡须 很粗 我一看真的 我就偷偷的问那个 因为他们 我们台中加山中部五线市 每次的比赛都第一名 然后区域会 全国运动会都第一名 全国就不见得了 他们就住在选手村 一起洗澡 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我问同学说 你们那个队长洗澡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异样 同学回报 没有 他只会抱怨 洗澡的时候问说 同学你怎么那么波霸 我怎么那么四郎正平 他认为他是太平公主 最多只是这样而已 那后来只好把他抽血 验染色 一翻两瞪眼 四十六 XY男生还是女生 你看 你们读书就是这样的懂事 XY是男生呢 他们家就住在草囤 分园 草囤在那边 我问 哎 叫老爷子来 老爷子穿上车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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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事情 我这女生自小寒就叫懒教 他不会说那个叫阴晶 因为参政党没有受教育 所以我们受教育的目的就是 你会用中性的语言 来讲生理上的变化 那结果我跟他讲说 染色体DNA是绝对准确的 后来发现他是尿道下裂 一种先天机型 没有发育 那时候退学 他的生命整个就改变了 本来是一个田径队的队长 现在在男生的中间 他又变成自卑了 28年前 也是28年前 我在看病的时候 精髓震长 吴震长 带他的儿子吴忠明来看病 为什么 因为吴忠明考上东吴大学 英语系 哇很风光啊 爸爸就在东吴大学旁边 租了一个房子 有一天爸爸从台中 去看这个儿子 进去 儿子就在 爸爸有钥匙吗 打开衣橱子 里面有一半的女生的 胸罩赛小铺 高跟鞋 洋装 你老婆是去的 你还要死 很死人啊 我叫你来台北厂 你居然跟女生在同区 你爬我给你打 等你再看看 你儿子回来 穿洋装 穿高跟鞋 他只好跟爸爸讲 爸 我是同性恋 我不但同性恋 还请爸爸 你带我到医院 把我生殖器剁掉 我要做人工音道 你老婆怎么骗 日本教育的爸爸 遇到儿子 要同性恋 还要 生殖器剁掉 我给你讲他家五个孩子 前面三个 以前的传染病多去世 就像这次的H1Y1 轮到你打疫苗 请尽量走打 除非蛋过瘤 张医师良心的建议 绝对不要说不敢 因为你蹦到了就死了 生命可贵啊 这个孩子跟他爸爸讲 爸 你给我变成女生 养儿防老 错 养女也没防老 我当女生也是可以孝顺爸爸 你如果让我自杀一次成功 你什么都没有 因为那个孩子 遇到这么难过 臭啊 从小就 性别认同不一样 那遇到这种冲突 他真的也受不了 那个忧郁症 就让他有勇气去自杀 你没办法想象 结果他爸爸只好 留着劳累 跟那孩子说 好了 台中 张医师我有手 我们都是他的家庭病人 你带他来 真的就来了 来了 哇塞 那个就是 你真的穿起洋装 穿起高跟鞋 这样一摆 坐下来 张医师 我好像看到相待的小姐 那你说怎么办 我跟他讲 凉拌 你哦 念念看你的染色体吧 冲出来他的染色体是什么 你知道吗 46XY同学是男生是女生 当然是男生 他本来就是男生 他三个哥哥跟姐姐去世 只剩下姐姐跟他 三个孩子死亡只剩下两个 一个是姐姐一个是他 如果你是他的爸爸 唯一的男生 孤儿子 要跟他人家剩下 你会怎么样 八月 八月只要主战 哦 他老公会啊 好了 张医师 拜托 你跟他开刀 我相信你 我跟他做出来染色体 46XY 我说 吴忠宁 不能开 因为法律不准 我如果开了 我就跟胡瓜的女婿一样 会被医宿罚本 吊销执照 这样 我介绍你到新加坡 他不去泰国 因为泰国的儿 人妖乱弄了 很快就死掉 大概都二十岁以前 翘毛 所以我说 新加坡的医学没办 去 他就去 去了 回来 换药 真的把猴结割掉 把生殖器剁掉 还做了人工阴道 然后要换药 这次换药 他就不让我的护士进去了 我说 吴忠宁 你现在被女生 我不能自己一个人跟你换药 他说 不要啦 拜托啦 暂时我不要给你的护士小姐 看到我是一个重伤残的男人 他觉得他是残障人士 我说 好 不然要约法残障 等一下换药的时候 你都不能叫 很痛 他就真的忍耐 走走走走 一直忍耐 不然的话他那边只要 哈 那我就完了 你还以为我怎么样 OK 没有想到 二十八年前的事情 二十五年后 他自己跳出来 就是这个人 他的改名叫 吴平安 义名叫 立金小姐 Super 星期天超级偶像立金 他说 他的变性 就像出麻疹 他讲错了 薰麻疹是错的 发货就好 立金 吴卓铭 改名公平了 那个时候 他四十二岁 现在已经快后五十了 三十六低 二十六三十五 小他十四岁的学生 跟他结婚 很奇怪 这些失婚的女生 他其实是男人 变性的女生 结婚的对象也会差 小他十四岁的小男生 他的多厉害 你看 六十五分钟内 卖出三百八十颗 一颗拉钻石 六十五分钟的卖出 二百六十五 两 CRV 修营车 今天他在星光大道 主持的结果多好 他的爸爸今天已经快九十岁了 每次跟我讲起他女儿 变成女儿的这个男生 他说 张医师 你的建议是对的 如果那个时候 你叫他去泰国 用那个 把他打成 破罢 他今天可能已经得癌症死掉了 今天他不但没有得癌症 还活出生命的亮丽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可爱的 可是在忧郁症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跟利静一样 像死 还好 我们有机会改变 因为我们有机会 他现在当然承认他是变形人 他自己出书了 他出的那个书 刚才有名称 就是 历经过去 历经未来 用他的名字 来当那个书的名字 你有办法想象 吴淡谷 他也是忧郁症的受害者 昨日历历 晴天悠悠 这是他出的书 吴淡谷怎么样 他台大法律系爹 他妈妈是宜蘭的老师 老师教税的还是最严格 所以这种夺活 青春期的他也是反弹 不过他还是拿到最好的成绩 偏偏不结婚 宜蘭的妈妈 第一名的老师受不了 你教我丁给 我也用公园 最后呢 相亲 才认识一个礼拜的 男生就嫁给他 我记得是十天不嫁 尽心拆拆给 然后用十年才走出婚姻 这个中间 吴淡谷 他主持以前是主持那个天天星期八 那个 现在什么节目老师说 我没看 看看你们知道 他呢 没有想到在婚姻的中间 忧郁症到难过到 一直去酒 他的日本籍的阿嬷 外婆也是去酒 他的忧郁症到哪 借酒交愁愁愁愁 对吗 不 谢谢大家